体坛喜训亚洲杯竞速滑冰锦标赛日前落幕 而代表台湾出赛的台中代表队 在成人男子5000公尺接力赛当中 击败多国选手获得银牌 负责训练的滑冰队教练表示 这一次国家代表队总人数有24人 来自台中的就占有22位 因为这些选手从小就一起训练 彼此间默契不错 因此在团体赛当中才能有所发挥 获得好成绩 操场中选手规律的环绕训练场 认真练习直排轮 虽然才从国外比赛回来 不过这群年轻学子还是非常的卖力 因为他们最近参加亚洲杯竞速滑冰锦标赛 在成人男子5000公尺的接力赛中 击败多国获得银牌 因为这次国家比也比较多 实力也比较成绩也变高了 然后就平常自己的努力 就是有展现出来 然后这个第二的话就除了自己 队友也有很大的帮忙 蔡教练表示 因为这些选手大多都是从小就接触直排轮与滑冰 加上一起训练的时间长 因此彼此间的默契都比别人来得好 每每在比赛中都能够有所发挥 我们这次代表队是24个 那我们的话台中市的话有22个 那这个时间上面的时候 我们是从国小就开始 一直鼓励到国中高中大专 这些选手的时候 我们都期待将近有 他们在这个混斗的时间的时候都十几年 那我们能够有这些的机会 都是因为这些孩子能够吃苦 最重要的是这次参赛队伍 超过六个队伍是难得的机会 然后让小朋友都能够拿到国防奖章 这个奖章的意义不在于奖金的多寡 最重要的是这些孩子 以后都能够借着国防奖章 拿到的专业教练证 专业教练证在我们体育界来讲 就等同于教师证 这些孩子以后在毕业以后 就可以不愁着就业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公立学校来 就来教学 这次比赛在接力赛这个项目中 参赛队伍多达六队 加上台中代表队比赛成绩获得前两名 因此选手们可以申请运动国防奖章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 教练也希望之后可以透过 更完善的软硬体设施 来为国家培育更多未来之光 记者彭宇飞台中采访报道